字幕君 依然劉根宏熱愛運動 先前跟憑藉健身直播在網路上收穫超高人氣 他原定於23日到河南猛學校辦活動 就臨時放鴿子而引發爭議 據悉該校的學生收到停課通知後 到指定的地點集合 然而在戶外等待兩小時後 仍不見劉根宏出現 所以劉根宏發文透露前幾天氣溫開始下降 加上當天下起了雨 所以臨時決定更改地點到室內 但進場人數有限 導致很多人進不來 令他感到抱歉 貼文引來不少網友不滿直呼 兩萬多人在室外盯著寒冷的氣溫等待 導致許多學生因此感冒生病 滿心期待卻被放鴿子 因此紛紛留言批評他 不過校方工作人員隨後澄清 該活動由河南市政府安排 並非校方主動邀請劉根宏 因此可能是溝通方面出了問題 希望大家能互相理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